歡迎收看今天的棒球週報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中棒球場 旁邊有心動牛的球員正在練習 我們今天來到球場要做什麼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十幾年前就認識的同學 可是十幾年前從來沒有聯絡 而且十幾年前他就到我家吃吃喝喝 而且還臭臉 歡迎火哥 你好 同學你好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是同學 我們有證據 請問一下火哥 我們告訴大家你是誰 哪一個 這一個 你為什麼臭臉 還好吧 有笑容 天真 他是天真 那時候有辦那個學校城鄉教 你是吉安鄉 吉安國小對不對 泰昌國小 泰昌 但是在吉安鄉 對對對 吉安鄉泰昌國小 那時候我們國小 我是台北市的西湖國小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學校有交流 你們交流 你們也可以參加這個活動資格什麼 好 好像就是班上品學兼優 自己講講到很心虛 我也是品學兼優的啊 而且聽說當年 火哥喜歡的小女生有在裡面 這可以講嗎 OK 每年都十二歲的時候 OK啊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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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髮箍的 紅色髮箍的這個 大家知道嗎 那個小女生是我招待的小女生 她是我家 聽說你看我的照片你說什麼 我說 人不可貌相 什麼叫人不可貌相 就是戴這個 這個吧 眼鏡戴眼鏡這個 什麼人不可貌相 我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十二歲就該有十二歲的笑容好嗎 你有印象你來這場生日Party嗎 我記得就是 招待我的那個同學 剛好是你的同學 然後她說 她有同班同學 有一個女生 她生日 啊然後 我該Party這樣吧 然後就 就去 就去啦 然後現場你還有任何意思意思的回憶嗎 有 我聽了 不知道是誰在講故事 有一個很小的女生在那邊講故事 然後 然後一直然後去 無聊 不會很好笑 但又在笑 很好笑是我妹妹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妹妹 抱歉妹妹 抱歉在臉上棒球周報 我非常高興 就是能夠在十幾年後認同學 因為其實也是我 這位同學告訴我的 但其實我不知道 然後過年期間 我把這張照片挖出來 讓大家笑一下 好啦 謝謝火哥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來觀賞今天的棒球周報吧